好了,我們繼續回來講尼希米的正跡 總括尼希米這個人 我們再看尼希米不在耶路撒冷的時候妥協的罪 怎樣遺害了神的殿 而尼希米又怎樣對付這些罪惡呢? 尼希米對神的熱誠是始終如一的 他一回到耶路撒冷,眼見罪惡已經滲入聖殿 他就不再能夠容忍了 以下就看到他不能夠容忍的東西 他不能夠容忍多比亞的傢俬霸佔了聖器銘的位置 然後他也不能夠容忍人家用神的金錢 來滿足私人的慾望 第三,他不能夠容忍安息日被滴污 第四,他更加不能夠容忍以色列人繼續和二族通婚 好了,這是何等的綱藝和果斷 很多時候勇敢和堅決 這些都是被外交途徑令得有效的 他不會去計較惡名和美名 他在神面前無愧的良心 為著聖殿心裡的火熱 令到他有無比的自信和力量 對付罪惡的就是這等人 當我們看到尼希米把多比亞所有傢俬都扔出去的時候 或者拔那些和外邦人混婚的人的頭髮 刮他們 或者把參巴拉的女婿驅逐出境的時候 我們一想到這一場便會忍不住想笑 但其實我們都會知道 他曾經為了這樣付出了很巨大的代價 好了,我們就說說尼希米的政績 好了,重溫他一生的成就 令到我們大為鼓舞 第一,就是分配耶路撒冷的人口 第二,就是釋放猶太人的奴隸 第三,就是嚴禁高利泰 第四,重頒安息日和安息年的命令 第五,就是規定為聖殿書獻之禮 第六,就是定獻祭壇的柴禮 第七,結證聖殿 第八,嚴定十一奉獻 第九,尼希爾族的丈夫和妻子 第十,就是其他成本開關的禮等等 好了,從一方面講 尼希米的洞察秋毫 坦言無謂,剛毅果斷 以及歸榮耀比神等等的性格和動機 就是他成功的因素 另一方面,我們不要忽略 他無論做什麼 都多數遭到當時最具影響力的人所反對 然而他都勝過了 這個對我們今天作神的疑慮 特別是那些做神功人的 不是一個頂大的榜樣和挑戰嗎? 我們當然不可以進入這一代偉人的時跡 但一點卻不能夠不提 就是他的討告的生活 傳書裡面總共有八次紀錄 這就是令到他成為偉大的主恩 這八次紀錄都要顯示出他認識神 是無時無刻地管理萬物 他存在於任何地方和誰挺一切得法 而有危急的呼求 這種隨時隨地的討告習慣是奇妙的 他會令到我們經歷神不斷的同在 他知道我們每一點都是向神的心 引導我們 幫助我們 給力量我們 我們又怎樣能夠 令到這條熱線空置呢? 隨時隨地能夠討告 能夠令到我們永遠保持冷靜和平安 忍耐和喜樂 他令到我們永遠懷抱著這一代人 認為奢侈的理想 令到我們漸漸更加像他 亦都會令到我們成為千萬人當中 蒙恩的回戒 而這本書分為兩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重建成長 第二部份就是重建百姓 好了 每一部份都有他的高潮 第一部份就是説成長的員工 第二部份就是説成長的奉獻 求神令到興起這一代的尼希米 也要求神令到我或者我們成為尼希米 在最後的時間 來加入建造的行列 直到新耶路撒冷城降在地上的那一天 以上所有內容都是來自巴斯德尼希米的研究 尼希米的記事就講到這裡 祝福大家